開始嘛 先把手機關機或調整震動 預備 新開始待會的主日禮拜 詞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與祢爭執 暴風上空 扶祢仍坐望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指祢是誰 親愛的聽眾姐妹們 如果身體允許邀請一起站立起來 讓我們用我們的聲音 我們起來敬拜這位獨一的真神 因為這位神是值得我們 非常敬拜的 這位神是值得我們 用心靈 用誠實 用歌聲來讚美祂的 我們起來敬拜祂 藏我在 藏我在 汴上公司的信訊 聖地點 在聖地點 佛禮拜祂 插俠 插俠 更換 讓你 你在翅膀风上空 扶你人坐网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我领安息 我领安息 在基督里 你的能 是我安然心靠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在翅膀风上空 扶你人坐网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正知 是暴风上空 扶你人坐网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听众姐妹们 你是否真实的安静在神面前过 你是否真实的跟神说过 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是否真实的安息在 你的灵 是否真实的安息在神的里面 在祂的翅膀一下 偷偷的客户 我们花一点时间 把心静下来 我们自己来跟神祷告 我们再次来敬拜祂 我领安息 你领安息在祈祷里 你的能使我安然信他 当大海翻腾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正知 暴风上空 扶你人坐网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当大海翻腾 当我在翅膀印象 当我在翅膀印象 我眼前提起来 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空拥 要求我们的灵 要求我们的灵 給自己的不安 讓我們真實的與神同在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來感受那個 神給我們的奇妙恩典 就算黑暗全是捆鎖了我們 就算很多的不安 很多的缺乏 讓我們能夠沒辦法真實地面對神 讓我們真的再一次地回到神面前 我們跟祂說主啊 這是祢的奇妙恩典 主啊 這是祢的祝福 真實地與我們同在 那我們希望這首歌 來敬拜這位族裕的真神 誰破除黑暗 誰破除黑暗 罪惡的詮釋 誰愛的大難 願勝過一切 榮耀的君王 萬望之王耶穌 誰以來生來 震動這世界 誰令人讚嘆 他奇妙作為 榮耀的君王 萬望之王耶穌 誰把我混亂 誰把我混亂 帶回到知識 誰是他孤兒 成為神兒女 榮耀的君王 萬望之王耶穌 祢成為本 ור人 祢會 呈祢 祢成為俞 已经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释迦 设下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耶稣我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祈祷姐妹 让我们每一个人 有生无生来到神面前 我们亲自向祂祷告说 祝啊 这就是祢所做的一切 祢的奇妙恩典 祝我们同在 让我们起来大声的开口 来跟祂祷告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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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补求你 为了恩典的神 为了我们同在 让我们的神社会到神面前 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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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是祭拜这位主义的真神 谁把我混乱带回到秩序 谁把我混乱带回到秩序 谁是这孤儿成为神儿女 荣耀的君王 万望之王耶稣 你真理公义 你藏观列国 在一切世上 如明光照耀 荣耀的君王 万望之王耶稣 这是奇妙恩典 这是奇妙恩典 你不是白的爱 你不是白的爱 你竟会代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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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称赞使家 是天上 射向你的生命 是所有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是所有的自由 耶稣 耶稣我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这是奇妙恩典 这是奇妙恩典 你不是白的爱 你不是白的爱 你竟会代替我 你竟会代替我 为我承担使家 为我承担使家 射向你的生命 释放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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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宣扬 你所做的一切 因为这位神是值得 我们这样赞美敬拜 敬拜祂的 这位神是值得 我们真实地来到祂面前 跟祂说主啊 我安静在祢的面前 我要看到祢的奇妙恩典 主啊我们再次回到祢面前 我们等一下呼求祢的真实地与我们同在 永远地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我呼求祢我主 我呼求祢我主 渴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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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先出 银河的奇妙的慈爱 是投靠祢的人得着安全 耶和王 你是我的主 新世的主守护着我的每一步 祢的爱充满了我的心 将我隐藏在祢十八下 我相信祢永远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在这回到神面前 那我们想想在你跟随耶稣的这些年中 或这几个月中或这几天中 祢是否真实地感受到主 是真实地与祢同在 祢是否有信心 主会永远与祢同在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回到神面前 我们记得跟大家祷告 说主啊 真的恳求祢与我们同在 祢是真实地感受到主 我们在天上阿爸父啊 我们依旧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依旧向你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没办法只靠着自己 我们没办法只凭着自己的力量 就突破这世界上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问题 跟一切的罪恶 主要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 回到你面前 能够真实的 今天抓到你的恩典 能真实的与我们同在 你要祷告奉主的圣灵所求 再次来敬拜祂 我不求你我主 渴望你 折听我的呼吁 你先出 你何的奇妙的 我的自爱 是投靠你的人 得到安全 耶和黄祢是我的祢 耶和黄祢是我的祢 新世的祢守护着我的每一步 你的爱 你的爱 收满了我的心 将我隐藏在你身上 我相信你永远 我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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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与我同在 我言esti的我永远与我同在 在天上的父神啊 我们在天上天上唯一的阿爸父啊 我们真实的回到你面前 我们真实的恳求你 真实的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当我们眼睛张开看到的恩典的时候 我們就知道是因為祢與我們同在 我們才能夠得享這些福氣 主要讓我們再一次回到祢面前 淡淡的享受祢給我們的恩典 付出我們的敬拜 付出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成為一個祢所許惡的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禱告 所以奉告主耶穌的祢所求 Amen 我們把神交給師匯 讓我們做信仰告白 請我們仍然站立以尼西亞信經 來告白我們的信仰 我們信獨一全能的父上帝 創造天地一切可見不可見萬物的主 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生子 祂在一切的世代以前 從天父而生 從上帝出的上帝 從光出的光 從真神出的真神 是生的也是受造的 與父同職同體 萬物由祂來創造 祂為了我們人 而為了我們的拯救 從天降臨 由聖靈界 童真女瑪利亞出身為人 在本丘比拉多任內 為了我們定十字架 受難 埋葬 按聖經的記載 第三日復活 升天 現在坐在父的右邊 祂要在榮耀中再臨來審判活人與死人 祂的國無窮無盡 我們信賞賜生命的主聖靈 從父與子而出 與父子同受敬拜 榮耀 祂曾託先知講話 我們進一個聖公同使徒的教會 我們告白一個能夠赦罪的洗禮 我們期望死人復活 來世的生命 阿姆 請坐 感謝主再次帶領我們一同來到聖殿來敬拜祂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今天 一開始由我們的許祖芳姐妹 為我們分享祂生命的見證 好 我需要講稿 不是講稿 見證稿 好 我覺得有點緊張 好 因為呢我每次在寫這個見證的時候 然後我每唸一次我都會哭 所以我自己有準備好 我的衛生紙 然後我希望這次能夠好好的喜樂的把它講完 OK 就是平安 我的名字是許祖芳 那上一次在和平第三堂見證的時候 我講的是關於芳這個字 就是講說要成為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說 我要成為蒙祖芬芳神心香之祭 那這一次的見證呢 先脫皮 脫題 要講的是祖 因為 就是 自己做祖 以及與神做祖 就是回到與神做祖 所以以此類推 我已經可以預想我下一次應該是講 許 那 我希望是講神的應許 應該還蠻正面的 但是呢沒關係 我相信 不論是苦難或者是很成功 或者是得到蒙神 得到感恩 其實都是恩典 那三年多前呢 我還在就讀研究所 然後那時候在面臨一個人生的選擇 工作上的選擇 我就花時間尋求 然後當時神讓我領受到的呼召與感動 我就寫下一首 就是我自己寫的一首詩歌 叫小船 小船 那歌詞裡面呢 寫到的是 有一艘小船 在海中起起伏伏 經歷風雨浪 小船呢 來到岸邊 不知往哪兒停靠 一直找找不到 或向左或向右 到底哪兒是正路 我聽見有聲音對我說 向後看是我陪你走過的平安 為何你還要懼怕 在數算這一路有多少的恩典 為何你還怕缺乏 有一艘小船 在海中經歷起伏 經歷風雨浪 小船來到岸邊 不知往哪兒停靠 一直找找不到 生長多 生長多 就有平安 神對我的呼召是 生命影響生命 因此呢 我第一份工作 我就選擇了 教育 而且是體制外的教育 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我也深刻的感受到 這個工作可以讓我去追求 自我實現 也能符合神的心意 那 在那個時候 我每次的禱告 我就會有一個畫面出現 就是 神呢 就站在我的肩膀旁邊 站在一個山坡上 指著前方 然後前方是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亮說 這就是我要帶你走的路 問題來了 剛剛最後一句歌詞是 神長多 就有平安 其實我當下是真的有感動 我也真的信靠 可是我卻沒有做得很到位 所以這就是成了今天的見證 我自認為自己信靠的神 喜歡挑戰 凡事都會盡力拼 然後也會覺得說 對啊 你看聖經說 不要成為那個又惡又懶的僕人 所以我要加油 但是心中的黑暗 一直是 不漸漸的就開始籠罩了 因為當我 開始focus 我自己這個人 我要追求成就 我要追求自我價值的肯定 我也在乎的 其實是別人的眼光 我也不自覺的活在一個 就是證明自己 跟證明 尋求人肯定 那其實也開始推開 神在我生命的寶座 讓我自己的想要 越多的去佔據 這時候呢 上帝就出手了 上帝在我的生命裡面 設立了很多的屬靈幫助 第一個 比較溫柔一點 是屬靈的同伴 就是最先對我發出勸誤的 其實是議員 他就會開始提醒我 欸你想清楚喔 你要這麼拼命嗎 你這麼拼命工作的動機 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 因為當我 如果把工作 視為第一優先的時候 其實 首當其衝要被犧牲的人 跟受苦的人 就會是他 所以當他每次問我的時候 我都會很堅定 告訴他說 這就是我要做的 這就是神的呼召 所以呢 而且呢 這是一個草創的組織嘛 制度會慢慢建立 度過這一年 明年會更好 所以我要再努力一點 以後呢 就不會這麼辛苦了 愛拚才會贏 然後也不會虧待神給我的恩賜 有沒有發現 我其實拿很多上帝來幫我背書 屬靈的同伴也有光聖牧師 也有少器的輔導團隊 大家也都會勸我 欸年輕人啊 路很長喔 你要注意你的健康喔 禮拜一到禮拜天工作 早上七點半到晚上熬夜 生命燒盡 就算有理由 也是走不遠的 而且是沒有安息 但是我一直持守著 就是我自以為我在為神 也在為自己工作 我就並沒有聽去 聽進去這些的提醒 那同樣是神的呼召 在少器的服飾呢 我只能說神掌權在當中 因為在這個合唱當中 因為我見證到神的事工 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軟弱 他的計畫就被耽擱 只是我參不參與在當中 在工作跟服飾的掙扎 我感到非常的痛苦 因為為了工作 而少了可以跟孩子們通電話 相處的時間 為了工作 我在準備一些腳案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倉促的 為了工作 我常常就呈現 喔很累很累的狀態 在小朋友面前 其實我感到的是虧錢 但是反而上帝 透過少器的孩子們 有一次有一個小孩 就傳一個訊息 然後呢 鼓勵我走回正路 他說 主方姐啊 最近看起來很累喔 謝謝你工作忙碌 但是還是陪伴我們 為我們禱告 我們也會為你禱告 你要加油喔 好 說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就覺得 OK故事要據點了 因為我應該已經學會 所以工作跟安協重要吧 沒有 我持續呢就是咬緊牙關 就想說 就是 因為上帝看我可能脖子 真的有點僵硬 不知道回到神面前 祂就再一次 因著愛出手到底 以前呢我常會誇口說 太感謝神了 我是一個從來不會失眠 我是非常好睡的人 但是神就讓我在我 驕傲的事上 叫我謙卑 就是三年來的工作的壓力 會讓我開始失眠 那因著 可是因為工作 可能有時候 會有一些成就 我就會開始 更犧牲更多的時間 覺得說 喔 OK 這是好的 這是對的 可是當工作 遇到瓶頸 我不再獲得高度的稱讚 我因為累了 我真的累了 開始思考 出現一些短片 就是思考 不是很周全的時候 伴隨而來的壓力 挫折受傷跟委屈 讓我原本就是半年 偶爾失眠幾天 就開始變成 持續一個月的失眠 幾乎每天都睡不著 睡了又驚醒 才發現 我只睡了一個小時 當一切都失控的時候 我徹底的覺悟 這就是我自己做主 我掌權的結果 莫名的焦慮跟恐懼 徹底的籠罩了我 慶幸的是我還能 我還可以流淚 我還可以靈修 還可以禱告 這時候就覺得這很重要 但是我感受到自己 其實依然走在黑暗之中 神說他總不離棄他的孩子 可是我卻深深的感受到 是被遺棄的 原本那個肩並肩 看見前方 就是跟神 有那個光景的 有一個很有目標的我 我現在在禱告的時候 其實我常看見是 一個在原地 一直在墮步 上帝咧 上帝坐在旁邊 上帝走了 我媽走了 上帝還是坐在原地 我常常會看見 上帝其實是要跟我講話 可是我聽不懂 我聽不見 我只有一直 很想要用禱告說 上帝 來 起來 走 趕快走 你不走我要趕快走囉 再不走 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 就算我在低谷之中 我還是想要用我的想法 叫神來動工 甚至在苦難的時候 我和上帝說 我和上帝生氣 你為何棄我於曠野不顧呢 我的神你在哪裡 神藉由希伯來說 來提醒我 是我自己走到曠野裡面 還對他發怒 試探他 神就用他的話語來提醒我 就不可硬著心 像在曠野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手一樣 他們心裡常常迷糊 就不曉得我的作為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聽起來還蠻嚴苛的 但是神也藉由他的話安慰我 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 來到食恩的寶座前 我要得連續蒙恩會 做隨時的幫助 第二個幫助我的 就是我的屬靈前輩 神透過他們對我提醒 君佑哥六月在少汽 有一個專講分享 他講到一個故事 簡單來說就是 有一個房子的主人 將他的房屋土地 最後都交給了耶穌 當夜晚魔鬼來敲門的時候 耶穌就為他開門 魔鬼就傷不了這個房屋 他沒辦法搗亂 他也傷不了這個主人 最後就離開了 那晚當我送君佑哥離開 我沒有講到太多話 突然君佑哥就說 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跟你解釋 可是因為我剛剛一直在禱告 我有一個感動他對你說 你要悔改 要不是我蠻尊敬他 而且很信任他 其實我還蠻想揍他的 可是其實我沒有生氣 因為我知道他講的是 是神在透過他對我說 你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回到我面前來 恢復我跟你之間的關係 你什麼時候才會把所有權交給我 讓我保護你到底呢 神夜使用敬拜的詩歌 剛好連續兩三堂的敬拜 都有一首詩歌叫 主你是我門的太陽 這首歌 過去以來 因為我一直覺得 上帝造我就像一顆太陽 發光熱情 積極溫暖 有創意有動力 不斷燃燒 但是真正的太陽其實是神 這唯一的真光是神 唯有神叫太陽燃燒 離了神的我 就什麼都不是 若不是神的監選 我怎麼認識他 依靠他 三年前那位渴望回應神 對主說我願為你去的女孩 漸漸的迷思成為丟下的神 只想自己要去達成什麼目標 滿足什麼人 可是其實卻沒有很清楚 到底要往哪裡去 於是我在邀請群韻姐陪我做認證的悔改的時候呢 神夜透過群韻姐說 孩子歡迎回家 那時候的喜樂真的是喜樂 最好出手的就是家人 屬靈的家庭 也是神近乎永不改變的屬靈的幫助 感謝聖誕監選我誕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我想上帝為什麼會花這麼大的心力 管教我 愛我 就是因為我有每天跪在地上 為全家帶倒 並且堅持禮拜天要做完禮拜 做完禮拜家裡還有祭壇的父母 他們為我帶倒 當我跌倒軟弱到站不起來的時候 當我失去與神的關係的時候 我迷惘不知道下一步怎麼做的時候 我的父母並沒有說 好啊 之後我都幫你做決定 你就降降降 SOP 就做好了 而是傾聽提供人生的經驗 再一次用禱告安慰我 將我交托給神 讓我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去做決定 以賽亞書55章9節說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唯有神知道我的未來 什麼才是對我好的 我所領受的使命 只要達成目標 如果上帝沒有與我同行 就沒有意義 到底什麼才是為自己負責的人生 是我自己在生命裡面掌權嗎 我自己負責嗎 不是 是神在我生命裡面掌權 我盡力將結果交托給他 如果神給我的感動 最後一句的歌詞是 神掌舵就有平安 我失眠的狀況 我一顆活在恐懼裡面的心 就唯有在主裡面 才會成為新造的人 謝謝主在我的生命裡面 有屬靈的家人 同伴 前輩 但是最重要還是回到我自己 有沒有將這個主權交給神 仰望他 與他建立關係 因為在金字塔頂端的是上帝 不是我自己 我承認我還在過程 還有很多放不下的 可是我與你分享 那又真又活的神 在有一天的晚上 我對上帝說 哎呀 你為什麼不簡單一點 你告訴我 我許主方長什麼樣子 我有什麼優點 我有什麼特質 你跟我講 你講清楚 以後任何人講 超過這句話以外的 傷害到我的話 我都不會在意 可是呢 神沒有對我說 於是我試著說 好 那我來試著禱告 我到底是誰 我發現我一個字也禱告不出來 我知道聖經有很多話 可是我禱告不出來 因為我沒有發自內心的相信 可是呢 這時候有一個聲音 在我安靜的時候 有一個聲音進到我的心裡說 我是屬神的 當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我也跟著禱告說 是 我是屬神的 這時候那個聲音又說 你是我的孩子 我也回應說 我是你的孩子 那個聲音又說 你是我所疼愛的 就這樣在來回的過程當中 我非常深刻的知道 這是神在對我說話 他已經在這 他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如果我對聖經看得夠熟 我相信我應該聽得更多更清楚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謝謝主方的分享 請我們一起低頭為他做禱告 親愛的父神 我們真的透過主方姐他的分享 我們也知道 透過他的言語 你也在為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主我們的生命是由你掌權 唯獨我們將我們的主權交在你的手裡 我們才能夠真的是跟隨主你的腳步 我們才不會迷失我們的方向 主你讓主方透過這一段時間的一些辛苦 他看到將主權交在你的手裡的重要 也盼望他今天的分享 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提醒 求主繼續帶領他前面的道路 仍然有時我們會忘記 還是會將舵再拿到自己的手上 但主在每一次我們將我們自己的舵 再拿回到我們的手上時 主就求你溫柔的對我們說 我在你的旁邊 我願意帶領你 主繼續帶領主方前面的道路 在他年輕的歲月裡 他就認識你 在他年輕的歲月裡 他就知道掌舵他生命的是主你 這樣大的福分 我們也願將這些福分 能夠透過他的言語 我們也打動我們在座每一個聆聽的弟兄姊妹 願意將我們的生命主權交在你的手裡 謝謝主 我們這樣禱告不配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我們非常謝謝主方姐的分享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今天教會的消息帶倒 我太感動了 我們8月13號是聯合禮拜 就是在上午10點舉行 那聯合禮拜當中會舉行洗禮並守聖餐 那請我們弟兄姊妹預備心一起來 同手煮的聖餐 那另外呢 在8月13號要受洗跟轉機的弟兄姊妹 請注意在8月6號下午1點半 是小慧問道理的時間 請將時間預備留下來 第二點呢是關於裝備部活動的一個預告 今天下午1點半有一個很棒的講座 叫做梅鼻鼓的全人教育講座 那這一次的講座呢他們邀請了 在梅鼻鼓推動非常有很好成果的 羅東教會的牧師 鄭玉智牧師來跟大家分享 那請我們大家對於想要了解什麼是梅鼻鼓 而且對於兒童跟青少年事工有負擔的兄姊們 或想要了解的兄姊們都一起來聆聽 下午1點半在五樓的禮拜堂 那再一個部分呢就是主日學的師資也開始招募了 他們預計在9月2號跟9號下午1點到5點 舉行兩週的研習課程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更多的兄姊 加入主日學師資的行列裡面 一同來服侍幼小的小孩 一同來服侍我們的主 第三點呢是平安七月生命的分享會 那我們七星中會北二區邀請了藝人 女子君也就是小馬來到我們和平教會舉辦見證分享 題目是因為軟弱所以勇敢 那請我們兄姊們努力的邀請你周圍認識的福音朋友 像上帝這麼好我們剛剛透過主方姐的分享 我們知道認識他我們的生命真的就大有能力 願我們這樣透過這次的福音一個生命的見證會 我們能邀請更多在我們周圍還不認識上帝的人 一起來聆聽 那要報名可以向我們的月蓮長老跟恩慈姐 那第四個呢是我們教會有一個很棒的繪本館 就在約翰館那個入口處 那這一次呢在我們繪本館呢展覽了130多本 獲得美國凱迪克大獎的英文繪本 所以邀請兄姊也可以帶著你的小朋友一起去那邊閱讀 那另外他們在暑假期間他們也針對小兒小學的小朋友 預備了50本優良的中文少年的小說 也希望我們大家能夠鼓勵小孩一起到繪本館去閱讀 那其他關於團契還有教會還有帶導的事項都記載在周報 請大家將周報帶回去仔細的閱讀 請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我們感謝你再次領導 領我們來到你的聖殿來敬拜你 為你尖宣我們我們來感謝 也求主原諒我們的虧欠 此時此刻我們要向你再次宣告 你是我們的主 我們願意成為你的子民 成為基督的精兵 在世上與你並肩作戰 我們承擔你的大使命 叫我們傳福音直到世界的地極 我們感謝你的陪伴 讓我們遇到困難挫折時 有主你的依靠不失智 我們勵志 一生一世跟隨你 全人全身都交托於你 為主你所用 求主給我們信心 求主給我們盼望 更肯求主你給我們愛心 讓我們跟隨你的路途中 不跌倒不倒退 不偏離於你 在此時我們關心中國 與印度邊界的正義問題 恳求主施恩保守 盼望雙方都能夠理性 以人民的福利為考量 透過外交途徑 能取得和平的解決方式 我們也要為台灣祷告 立法院通過前瞻計劃的一個初審 政府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能夠提升台灣的經濟發展 但我們恳求天父 你賜下智慧跟勇氣 給我們的政府 未來能夠有效的監督 地方政府的實行 都能夠以百姓的權益為優先 杜絕官商的勾結 讓每一個款項都能夠有效的運用 主啊我們在這裡也要再次求你 讓我們的教會真的能夠成為 有宣教使命的教會 因為你給我們和平的恩典 實在太多太多 當我們在享受你所給的一切時 我們忘記你給我們的使命 就是我們要去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 主我們在這裡求你原諒我們 也求你感動我們的心 裝備我們自己成為基督的精兵 讓這個使命實實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不小看自己 我們願意將自己全然擺上 讓主動功 我們也要為長 九月份的長職改選來帶導 願主你親自感動你所拣選的兄姐 讓他們願意為主擺上的心 不因為外在的任何試探所動搖 也求主親自安慰與堅定所有軟弱的心 求主保守這次長職的改選 讓和平真的能夠成為主你所喜悅的教會 求主繼續保守我們的子會南園教會 上週他們有新受洗跟轉籍的會友 願聖靈與他們同在 幫助他們在南園得到很好的牧養與造就 也保守俊用牧師跟迎征師母 在南園所做的工 求主加添智慧跟力量給他們 在此我們也掛念教會中受病痛 心靈憂傷的會友 主啊求你賜下平安跟健康 也求你親自安慰他們憂傷的靈 我們將今天的禮拜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裡 求主你高摩爾蔡牧師的口 使他說出來的話帶有聖靈的能力 也安靜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開我們的耳 求聖靈降臨與我們同在 我們這樣禱告不配 是奉靠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請我們一同起立來唱奉獻的詩歌 我們願將我們的人全人全身 還有我們的金錢都奉獻給我們的上帝 請來 聖靈王 天真空心 爱我心 在主造尽心发尘 牵着梦醒 牵着心 永远为祝主 我善良 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 那我们奉献箱放置在三楼跟一楼的接待处 请我们一同预备信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蔡茂堂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跟过耶稣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可以回来跟大家一起敬拜神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就是你周围的人怎么认出来你是跟耶稣 跟耶稣的人有什么特点 人家怎么认出来 那我们的经文 就是一节 那这一节提到彼得约翰是跟耶稣的 如果你圣经从来没有念过只有这一节 那他们的什么东西被人家看出来是跟耶稣的 他们的什么 胆量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的跟耶稣的人不怕死 对不对 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但是呢 一般有胆量的人不一定是跟耶稣的 可能是他有读博士班的 他有学位 他有学问 他是好复毕业的 他讲话大声 他说博士 他有academic 他有学术的 有的没有学术 可是他有地位 他是大官 可是这两个人没有 他们既没有学问 又没有地位 他们凭什么有胆量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然后后来再看耶 哎呀 原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所以如果这一节的话 那么跟耶稣的人就是有胆量的 那这一节有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在法院 这两个人被抓到法院去 要被审判 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被抓去法院呢 其实没有 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有一个生出来就是先天的缺腿的 就是不会走路的 那生出来就是缺腿的 当然是没有办法去读书 没有办法去学工作 就是只能当乞丐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每一天呢 就等在这个 这个圣殿的旁边 在台湾如果要讨钱的话 要在庙的旁边 讨到钱的机会会多一点 因为一般要去拜拜 都会比较慈悲一点 对不对 那在以色列嘛 没有庙嘛 就是在圣殿旁边 所以这个人很聪明 他手在那边 那彼得约翰呢 就跟现在的回教徒一样 他们有几点钟要祷告 几点钟要祷告 照那个时间祷告 所以呢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就是祷告的时间 他们两个人就匆匆忙忙的 要去圣殿祷告 那这个讨钱的就看见他们两个人 就说哎呀 拜托拜托 给我一点钱 他们就是太赶了 所以忘了带领钱 这一点是很糟糕 如果你要来做礼拜 一定要带领钱 如果你忘了带领钱 何秉教会现在很有良心 没有把带子推到你面前 以前都是有一个带子 推到你面前 然后呢 你佛代一拿糟糕 忘了带领钱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 这个 都是一千块的 这个 又不能找钱 又不能说放一千块 找九百块 这个又不行啊 那不放呢 又太不好意思了 对不对 人家已经推到面前了 所以就很困难 那一天彼得预安 就碰到这个难堪 他那个皮包一看 糟糕 只有剩下信用卡 信用卡又不能给乞丐 给他也没有用啊 他就说抱歉 今天不方便 手头不方便 他说那你有什么 他说我只有耶稣耶 他说耶稣有什么用 可以吃吗 他说不能耶 他不是耶稣书 不能吃啊 他说那我是乞丐啊 我不能走路啊 你给我耶稣干嘛 他说耶稣可以让你走路 如果你是乞丐 因为脚不能走 所以耶稣让你走 你会要还是会不要 会要吗 那就看你一个月讨多少钱 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啊 有人一个月讨得比上班的 还要多好几倍 但是我不要 我缺腿也比较好过 我一旦脚好了赚了钱 还不够 还不够讨的钱 我不晓得啦 可是那个乞丐要 他说好如果可以 至少我有自尊心嘛 对不对 以后自己两只脚 赚钱打工 然后养着 不必要当乞丐嘛 对不对 这个没有面子嘛 他说好 那彼得伊安就奉耶稣的名 叫他起来 真的真的好了 那好了也不会被抓去法院嘛 但是问题是 最近国家公布 不可以讲刘晓波的名字 这样懂吗 也不可以讲一只 那个卡通的熊的名字 一讲的话 你马上被抓起来 因为这个是敏感议题啊 最近有一些状况 当时的状况就是 耶稣这个人刚刚被判了死刑 那已经判死刑 执行完毕没事嘛 问题是 还没有死就有谣言说 他是 九命怪猫 打不死的 你把他判死刑 他会活过来 你是一个政府 把他当众判死刑 结果他又活过来 很没面子嘛 那这个谣言一传开的话 这个会引起国家动摇 所以他们就公布 现在开始 不可以公开讲 耶稣的名字 就是犯法 好啦 那这两个傻傻的 帮助一个缺腿的乞丐 奉耶稣的名 那也没有什么事嘛 小小声讲 奉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走 问题是 这个人 从小就是当乞丐在那边 今天突然跑来跑去 你说隔壁的人 会不会好奇啊 那是什么回事啊 怎么 从小就 都不会走路的 现在跑来跑去啊 大家都围起来了 那也没有问题啦 就有这个狗仔队 知道吗 那狗仔队呢 他一天到晚 要报新闻 就找不到新闻嘛 突然发现一大堆人 围在那边 就好奇了 那是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所以有一个乞丐 有一个叫耶稣的名 就让他 哇 他们就访问啊 就露营啊 就放上电视新闻啊 结果就被 警察局的安全局就看到 哎呀 有两个人公开讲耶稣的名 这下糟糕 犯法了 所以这节圣经是 他们帮助一个可怜的人 结果他们犯了一条法律 现在被叫到法院 那法官大人问他啊 你为什么这样子 他说可是他很可怜啊 那我没有钱啊 那我跟耶稣人 这样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这个 哎呦 这个好大的胆子 居然 已经被抓到这里 还这样勇敢 这个就是这个背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学的很简单 两个功课 一个就是 别人有困难 你有慈悲 对不对 那个缺腿的 你愿意慈悲帮他 第二个是 由于这样子 你自己有困难呢 你有骨气 你有勇气 你有勇气 你敢 虽然政府说不可以 你觉得这个是该做的 你敢 所以呢 见别人软弱欠缺的时候 你有慈悲 为了你的信仰碰到逼迫困难的时候 你有勇气 好 我要考试了 跟耶稣的人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别人软弱欠缺的时候 有什么 慈悲 慈悲 那如果自己为了信仰碰到逼迫困难的时候 要有什么 勇气 好 那我不必讲了吗 我们结束好不好 其实那么远 我从冬时来 应该 再给你们多一点 就是万一在教会里面 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 要有谦卑 好啦 现在我们是三点了 对不对 第一个是别人有困难 你要什么 慈悲 第二个是自己为了信仰碰到困难 要有什么 勇气 第三个是在教会里面大家意见不同 要有什么 好 那就好了 那这里有一个小朋友 我快七十岁了 如果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应该都得过这种病 这是一个病人 你们在这种年轻的恐怕没有机会看 他的特点是 他整个脸红的快要变黑 很红 得这个病的孩子会发高烧 非常高的烧 然后不小心会变成肺炎 会secondary infection 然后就会死掉 我都得过这个病 那个时候台湾每一个小孩子都得过 现在你们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 医生发明了疫苗 vaccine 你们一出生 没有几天就被抓去医院打那个MMR 如果你们知道MMR 这是Misle Moms 所以这些绿过性病毒 对小朋友很厉害的病 没有机会到你们身上 所以现在小儿科甚至没有机会看 我们那个时候 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得到这个病 妈妈就把你关在这个蚊帐里面 怕你感染别人 也怕别人感染你 那我们都度过来了 好 那有人说 信耶稣像得麻疹 你听了会很高兴还是会很生气 你好说不好说 什么什么什么 信耶稣像生病一样 他说 长得满脸满身 一眼人就都看出来 这个人出牌 台语叫出牌 还是出牌 得麻疹 干嘛信耶稣像生病一样呢 那个不是我说的 耶稣说的 耶稣说 我是最好的医生 我来指找病人 这样讲对吗 所以我们有病 我们才去看医生嘛 你没病干嘛 住在台大医院里面的每一个都是病人 同意不同意 有没有健康宝宝去住在台大医院住院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才要当基督徒 这样讲对吗 那没有病人要做什么 去慈祭嘛 所以一般来讲 教会平均都比社会差 这样懂吗 一个正常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比外面的人烂 就好像台大医院里面的人都比外面的人不健康 这样懂吗 那慈祭没有只收坏人 所以慈祭好坏都收 所以你慈祭平均起来会比教会好 我们有时候搞错了 以为说教会都是好人 所以教会就很好骗 知道吗 你以为来教会好人才 没有 是坏人 因为耶稣不收好人 耶稣只收坏人 只收病人 所以这句话讲的是没有错 就是信耶稣呢 就像生病一样 满脸满身 而且人家一看就看得出来 那别人怎么看你是信耶稣呢 他们怎么看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看你礼拜天做什么事 另外一个方法是 看你周间做什么事 耶稣讲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 是华利赛人有货疗 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 好 限十分之一 那日瓦上有更重要的叫做公益 怜悯信实 你们不做 这个更重要的你们要做 那个也需要做 所以耶稣说这里有两种表现 有一种是薄荷茴香芹菜 限十分之一 有一种是公益怜悯信实 你们在家里有没有妈妈炒过一盘菜 叫做茴香 整盘都是茴香 没有 我们炒菜是会炒菜 然后加一点点茴香 这样讲对吗 有没有 一盘菜都是薄荷 也没有 看日本菜 我们种很好的薄荷茴 然后就放一片薄荷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调味菜 这样懂吗 我们叫做小菜 不是菜英文哦 就是一点点的菜啦 薄荷茴香芹菜 都是调味菜 就是小小的 那法利塞人文士呢 他们连那个小小的都很认真 都很照这样规定 因为他们规定哦 做礼拜的时候要限十分之一 他不只大的限十分之一 他连小的也限十分之一 所以这些人是很认真的哦 你不要笑他们哦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 很多人十分之一都没有在限哦 所以当你要嘲笑华利塞人以前 先自己摸摸良心 我曾经听过一个年轻人 跑来问我说 牧师啊 那个十分之一是睡前还是睡后 我说感谢主 至少你已经在意了 耶稣说 随便你睡前也好睡后也好 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是胆薄 就随便限一点啦 才不在乎呢 可法利塞人在敬拜神的事情 他们很认真 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表现 他们不在意 做事情有没有公道 讲话有没有信用 别人有困难 有没有慈悲心 这是别人看得到的 你礼拜天的时候有没有奉献 你的朋友他不来教会 根本看不到 知道我的意思吗 他根本看不到 他们看得到的是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为人处事 有没有表现出公义怜悯信实 所以耶稣说 这个是更重的 你能够英文吗 this 就是比较近的这个 that 就是比较远的那个 所以这个this 这个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that 就是那个 就是小菜 火火回香芹菜 这个我把它称作 生活伦理行为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你跟附近的人 邻居 家人 跟朋友 同事 相处的时候 人家看到的是怎么样 那礼拜天 或是你自己生活 你的宗教 关系 那个是另外一个 他说那个不是不要做 可是这个更重要 那个叫做宗教一事行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宗教一事行为有哪些呢 这个叫更重的 是生活伦理行为 好 第一个 就是个人的宗教一事行为 就是每一天 有灵修祷告 我要问你们咯 每一天有灵修祷告的 举手 不要怕我不会考你 你举手 勇敢的举手 我有 好 没有的举手 刚才不举手要举的吧 你这种不能都不举吧 你要么有要么没有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在恋爱 会不会一天至少 打一通电话 后9一下 给你所爱的人 跟他讲一讲话 会不会 还是一天都没有 不会啦 你真的爱一个你就会跟他 聊聊天啊 讲讲话 或是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我已经结婚快40年了 每一天 我还是会跟老婆说 我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啊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在乎你嘛 你也在乎我嘛 我也在乎你 在乎不在乎我嘛 这样讲对吗 那灵修就是说 你在乎不在乎神啊 你要跟他聊聊天 你要不要听他讲话 就是这样子而已 最会灵修祷告的是谁 你知道吗 是韩国人啊 韩国人每天 四点早上不是下午 早上四点起来祷告 他们不在家里祷告 不在床边 因为四点起来在床边 会在睡早 对不对 他是爬起来到山上去 他们在山上挖很多洞 知道吗 叫祷告山 叫祷告洞 在那边祷告一个小时 到五点再回家 洗澡弄好了再上班 所以韩国教会 比台湾教会 很兴旺 因为他们这一点 做得比我们棒 很多台湾的牧师 就去韩国 就要学祷告山 祷告洞的祷告 所以呢 这个人如果每一天都 灵修祷告 算是很好 不是不好 很好 可是呢 这个旁边的人 没有人知道 那是你自己的事 对不对 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嘛 好 如果你参加敬拜团 好不好 我们刚才 带我们敬拜赞美的弟兄姊妹 请站起来 不管你弹琴的 打鼓的 我们拍手 谢谢他们 请坐 做礼拜 如果只有牧师讲到 真的很无聊 至少要唱唱歌 对不对 哪唱歌呢 你刚才唱得很好听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花工夫练习 同意吗 绝对不是来的时候 这样弄就可以 不可能啦 他们要互相配合 要被歌谱 被歌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热心教会侍奉 这种人不久 就会当执事 一般是这样啦 我们九月就要选举了 再不久就变长老 当执事当长老 比当牧师还惨 因为牧师至少还有薪水 当执事当长老 做工没有钱还要奉献 这个叫做热心教会侍奉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不只要来教会参加礼拜 我愿意让这个教会更好 我愿意教主日学 我愿意参加师班 参加敬拜团 我愿意做这个做那个 不然教会怎么会这么好呢 有很多人在背后服事 这个好不好 好 问题是 你的朋友如果他不来教会 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教会做什么 对不对 他们感觉不来 所以热心教会侍奉 也是属于宗教仪式行为 这样懂吗 那是你们在拜拜做的事情 如果你太热心的话 神会感动 那很危险喔 神会感动你去念神学院 这个要很小心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这一点 没有牧师跟我警告 就好热心喔 你知道我在内衣学院的时候 我还带了我们的教会 和平教会的青年 跑到那个第七宿舍 台大第七宿舍旁边 有一个叫做931 有一个那个癌症病房 那很多阿兵哥那个癌症的在那边 我们去唱歌给他听啊 我们去传呼应啊 哇 好热心喔 太热心的结果神就感动你 那你干脆当传道好了 这个很危险喔 所以你们要小心 你们这些热心的 神真的感动你 你说好啦 下定决心 我不做了 我就是当传道 当你决定的时候 教会的人会觉得你很棒 还是觉得你很笨 当一个年轻人决定说 我要先生传道的时候 哇 那时候校演团契一直到 还叫我去清宣去做见证耶 第二届清宣我去做见证耶 所以这个人很为了主 愿意牺牲奉献啊 什么讲了一大堆啊 是青年改模啊 什么的 哇 全教会的人都说很棒 只有一个人说不棒 就是我爸爸 我告诉你 如果是你的孩子 念了医学院七年 然后突然说不当医生 要去当牧师 你一定说 你要当牧师 你就不要念医学院啊 给他花那些钱 花那么多钱 念了那么多 那干嘛嘛 在美国 在美国 讲台语的教会 找不到牧师 为什么 很少这种 讲台语的 在美国 而且可以当牧师 所以美国的移民教会 台湾人的教会 常常就拼命祷告 神啊 你感动我们当中有人 愿意去奉献当传道人 哇 痛哭流递 祷告祷告祷告 有一个长老 一直祷告到最后呢 他的儿子就感动了 他念了博士班 然后有一天跟他说 爸爸 我看你这样祷告 我很感动 我想我博士班念了 我念神学院 我当牧师去了 他说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年轻人千万不要冲动 冷静冷静 这个好好祷告 你知道当传道人好苦耶 他说爸爸 可是你一直祷告啊 他说好苦 那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是长老 我负责欺负牧师 我怎么会不知道嘛 当然知道啊 好 像我 我有当医生啊 当了十几年医生 后来很感动我 现身当传导 那 你说 我没有灵修 刚才有很多人举手 没有每天灵修吗 我也没有参加这个敬拜团 我当然也没有练神学 也没有当牧师嘛 我今天至少我来礼拜嘛 今天你们都坐到 你们都坐在这里对不对 有没有 跑不掉了齁 你们都有来礼拜对不对 你说这个应该没事吧 这礼拜有没有 会不会倒霉啊 至少没有做坏事嘛 顶多是打个瞌睡 没有什么 人家不信教的礼拜天打高尔夫球 信教的礼拜天打瞌睡 就是打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啊 那也没关系啊 参加主日礼拜有问题啊 很危险你知道吗 只要加一个字就完蛋 那个字叫子 只参加主日礼拜 就完蛋了 为什么呢 不是我说的 耶稣说的哦 我们来念这个好吗 耶稣说来 听见我的话 就去醒的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醒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冲 水几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注意耶稣说有两种人 有一种听见就去醒 对不对 有一种听见不去醒 好他们都在盖房子 注意哦 所以礼拜天来做礼拜 就是听道理 你们都在盖房子 可是盖的方法不一样 听见有行为的 那就是盖在磐石上 可以大水来没有问题 如果听见就不去醒的 那是房子盖在沙土上 大水来了 土石流下面一掏空 房子就垮了 如果你听到就是盖房子 将来审判你的就是那个房子 因为房子倒了就把你压死 对不对 如果你不来做礼拜 起码大水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游泳 对不对 还可以飘飘飘 至少没有房子压你 所以请记得 不要以为我礼拜天来做礼拜没事 有事 为什么 耶稣要你的不要只来听道理 因为听了要去做 懂得我意思吗 你的宗教仪式行为 一定要想办法翻译成为生活伦理行为 才不会变成道理经 我们叫做道理经 知道吗 每个礼拜来听礼拜 听的头很大 知道吗 道理懂得很多 可是都不做 人家看不出来 你只是做礼拜而已 所以我今天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你从这里回去以后 下个礼拜的生活 会跟这礼拜的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 哪一点点 看见别人软弱欠缺的时候 都一点点慈悲 为了信仰碰到困难逼迫的时候 有一点勇气 到教会大家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都一点点的谦卑 不要只是嘴巴讲 不要只是知道 去做 这样的话 做礼拜就有意思了 你知道一年五十二次礼拜 你的生命 神就有机会慢慢的帮你调 人家就会看出你是跟过耶稣的 不是只是礼拜徒 你是跟过耶稣的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 宗教仪式行为 欢意成为生活伦理行为 就是遇到软弱欠缺的人要有慈悲 面对逼迫困境的时候要有勇气 我们在彼此的关系态度上要有谦卑 我这个故事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就碰过一个跟过耶稣的人 那个人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他叫蓝大壁 他是张基的院长 是英国人 他是英国皇家院士 神经科医师 我那时候是念初一 在我们周围 现在的彰化基督教医院 就是那时候叫大坡 就是靠近白沙 靠近花坛 要往那边走的 彰化的近郊 那时候很 比较偏僻不像现在盖很多房子 我们就住在那边 那蓝大壁他们夫妇 每一个礼拜天晚上 就邀初一的小朋友到他们家 请吃晚餐 他们的餐厅可以放两个桌子 一个桌子可以坐14个人 那就是很大的桌子 很大的桌子 两个 大桌子上面可以有一个小桌子 菜放在上面可以转的 我那时候很好奇 转半天怎么不会掉下来 他就黏在那里 他有请厨师 他们家里有厨师 没有上饭 他们请吃完是没有放 就好像人家娶新娘 是上12道菜 慢慢上菜 我们那时候家里很穷 每个礼拜只有一个菜 叫做高丽菜 所以呢 营养不良 面有菜色 然后 到礼拜天 就等每一个礼拜 就是那一个晚上是补营养 虽然英语不会讲 硬着嘴巴去 因为他不要传教 他只要一个 进到我的餐厅 只能讲英文 就是这样 只能讲英文 他们两个人 一个人坐一桌 不吃的 一直问你 学校什么事 什么样 家里怎么样 一直问你 你一定要用英文回答 当然 注意的怎么会讲英文嘛 可是那个实在太好吃了 所以硬着头皮 还是去吃 那一问呢 你英文讲不出来呢 台语就跑出来了 哦 抓到了 罚站 被抓到就一直站着吃 吃到吃完 我开始被罚站很不舒服 我后来发现很好 因为站着拿菜比较方便 不信用你们试试看 所以我一站起来 哇 可以拿好几盘 坐下来只有两盘 这是我初一的印象 那那个时候 我的第一句英文 还用中文写的叫 am sorry 就是我用中文写的 因为你讲的台语嘛 就要起来跟人家道歉嘛 所以每一次起来就看一下 am sorry 然后就开始夹菜吃 我都不晓得感恩 就是想这样 后来 我有机会要出国留学的时候 台湾教育部规定 托福要五百分 否则不能出国 美国的申学院规定 要六百分 否则不收你 满分是七百分 所以要求蛮高的 所有台湾的孩子 考头虎最怕的就是听不懂 他那个录音一放出来 听不懂 还没有听懂 人家已经下一题出来了 日本 韩国跟台湾吃亏的 就是我们的说跟听 比不上人家 比不上香港 印度 菲律宾 读跟写 我们不差 这个我们可以 可是我们这个 声音 这个发音跟听 我们差很多 可是那个时候 这个蓝大币医师夫妇 他们逼我们的就是 要我们去听跟说 初一的时候 我都不晓得 他是为了我们的前途 将来万里有孩子 有机会出国 健身的时候 这是我们最大的造门 最大的遗憾 等到我要出去留学的时候 我在恒春当医生 全台湾要去留美的 一定到美加补习班补托福 美加补习班只在台北 恒春没有 我在恒春啊 不可能到台北来补习 我就只有来台北买了几本 考古的 然后就蹲在恒春 看病人有空 在那边换一换这样 好了 跑到670分 你说哇 你好厉害 开始我也觉得自己 觉得了不起 自我感觉良好 后来想一想 不是 是我初一的时候 这个因果的医生 就已经替我预备 你晓得我的感觉吗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说 如果这个是基督教 这个我要 就这样 让我变成基督徒 还变成牧师 一直到今天 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一个跟过耶稣的人 他没有讲道理 没有逼我查经 或是开不得都没有 他只是活出来 让我看见 他会愿意帮助这些弱势的 这些软弱的孩子 不是给他钱 只帮助他可以站起来 对不对 我亲自看到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有时候就换歌给我听 我就一直 这个故事一直记得很清楚 那个歌就是英文的 我们听的 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没有学问 小民 就稀奇 发现跟耶稣 这个背景是 因为有一个生来缺腿的 天天放在圣殿的门口 讨钱 一个是慈悲 一个是勇气 那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调这一首歌 我们可以听 两个字 ALL 2 1 2 2 5 初中初一听的到现在还记得 有时候一首歌写的好 就让小朋友记得一个情境 记得一个故事 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宝贝 如果你说英文不太懂 我们唱中文可以吧 你可以唱吧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捧那山的人耶稣 神明叫你起来行走 他就行走着跳摇着赞美主 行走着跳摇着赞美主 我捧那山的人耶稣 神明叫你起来行走 刚才没有唱的举手 有吧 你们都唱吗 声音那么小吗 这次我要看 看谁没有开 等一下让他独唱 好 我们第二次应该可以唱了吧 不是太难了 其实你学一首歌 这个故事就进去了 只是一首歌嘛 来 预备 去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捧那山的人耶稣神明 教你起来行走 他就行走着跳摇着赞美主 行走着跳摇着赞美主 我捧那山的人耶稣神明 教你 起来 行走 我们都会唱嘛 至少学了一首歌 好 那我们知道 新耶稣跟学问没有关系 注意听 并不是有学问的人不能跟耶稣 是说irrelevant 有学问的人 没有学问的人都可以跟耶稣 耶稣不在乎你有没有学问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有学问的人比较不会跟耶稣 为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了不起 所以后来就起不了 对不对 不学无术 保罗说不是我说 他说知识教人至高至大 只有爱心可以造就人 我喜欢英文这个表达 英文说 knowledge puffs up love builds up 那个puff 中文叫做泡芙 有没有吃过泡芙 泡芙就是外面很好看 里面空空没有东西 对不对 塞一点margarine 塞一点白白软软甜甜的东西 大家喜欢吃 有没有 那个叫泡芙啊 所以读书的人常常是很好看 可是里面没有爱心 他说你有爱心人家才会感动 让我感动不是蓝医师是英国皇家院士 是因为他对我们那些孩子看出有爱心 爱心造就了我 不是他的穴位知道吗 那这种 好看的里面没有东西的这种 我们台语叫碰烘 碰烘 除了吃 番薯会碰烘以外 还有一种动物很会碰烘 那种动物叫做水蛙 台语叫做追鸡 那个不是公鸡喔 那是田鸡喔 因为什么追鸡也扑鸡鸡 这样懂吗 什么叫做扑鸡鸡知道吗 那个青蛙 他会把自己的下巴鼓一个大气泡 鼓一个大气泡 他干嘛要鼓大气泡呢 原来是到春天的时候 所有青春期的青蛙 青少期的青蛙 都会到池塘去 去 呱呱呱 去找男女朋友嘛 因为春天到了嘛 那有一个小青蛙就很认真 每一天时间到了 到班农的时候 呱呱呱呱 可是那个声音实在太难听了 呱呱呱 所有的小姐青蛙 对这种声音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们喜欢的是熟蛙 那种叫出来就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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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们就昏了 因为人也是一样啦 那种五六年级的女生 看不起五六年级的男生 他们喜欢的是那种比较成熟 高富帅的 对不对 这个同学那个还在流鼻涕 那个看起来 哎呀 一点都不好玩 所以呢 这个小青蛙很委屈啊 她很认真的叫了 没有人要理她 春天要过去了 如果找不到女朋友 她这一下就要再孤单一人一年 到明年春天才有机会 她难过的时候 她的朋友就跟她说 你很笨了 你不会练气功吗 她说怎么练气功 她说你不会 一直吸气一直吸气 然后憋着不要吐出来 她说她干嘛 她说你就鼓一个大鸡鸡啊 那有什么 她说这个就是共鸣香啊 那当你鼓了一个大的风香的时候 那个声音 就变成 是这样子吗 她说是啊 不请你试试看 那一天她就一直练气功 结果练好了 到傍晚的时候 她去那边 吸了一个大气泡 然后就开始发生了 真的不错呢 很有磁性 有一只小姐青蛙就昏倒了 哎呀 这有一只 因为台电还没有拉电灯 所以她看不到啊 她就听到那个 很性感的那个熟蛙的声音嘛 那那个小姐青蛙就跟她结婚 结果太阳出来 糟糕是小青蛙 来不及了 因为生米煮成熟饭 已经结婚了 对不对 可是在人类不是这样 她常常是姊妹 她是扮得很漂亮 结婚那天非常漂亮 那老公很高兴 结婚那天晚上一卸妆 哎怎么这样 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结婚了嘛 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 哦这里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说 青蛙跟人不太一样 就是这样而已 那不管怎么样呢 你装得太好也没有用 因为有一天呢 假鬼会破掉嘛 人家会看出你的真面目嘛 所以真的让人家感动的 不是你装得很好看 而是什么 你真的愿意帮忙 你真的愿意对人家有爱心 人家真的感动 所以我说 一般假鬼啊 不如看见 青蛙小姐要跌倒的时候 你拉她一把 可能这样还比较有效 好 如果你说我没有碰轰 那么如果是小姐的话 找到一个好老公 至少可以穿碰滚 叫碰滚吗 那个如果你是在 欧洲封建时代 老公是这个贵族 王公贵族的时候 老婆就可以去五金行 买很多铁丝 然后她的裙子下面 就换很多铁丝 那穿起来裙子就是碰滚 我们中国的凭据 那个是大官 就放一个汤坑 放一个在这边 就表示我很尾弹 你不要靠近了 那外国 欧洲的是那个裙子很碰 对不对 哇 这个就是代表 我老公是有头有脸的 这个叫做有地位 保罗说 耶和法不看你滚都碰 他在乎的是 到底你有没有 真的有爱心 所以地位也不在乎 不是说有地位的 不能跟耶稣 是说 有没有地位 耶和法不在乎 你要跟耶稣 有地位也好 没有地位也好 因为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名望没有关系 他不看你的滚都碰 他看你有没有爱心 好 所以跟耶稣的人 有两个特征在这里 耶稣就是碰到一个白手的 不是白脚的 那个中风的 那个手不会动的 他那一天呢 刚好是一粒一休 开始执行的时候 所以那个人呢 跑去台大 过后台大都没有人 因为都在休息 不能上班嘛 又跑去长庚也没有人 那糟糕 他这个手很难过 没有办法 耶稣说可怜宠 就依他 结果他换了 小英政府刚刚公布的 一粒一休 因为今天不可以上班 你上班 所以他换了 结果呢 他得罪了两种人 一种叫做西律党 一种叫做法律赛党 如果你知道的话 用今天的话就是 一个是民进党 一个是国民党 这样懂吗 所以在野在草 都得罪光了 他就是科匹 那所以呢 民进党跟国民党就说 我们先不打架 我们握握手 先把他打死 然后我们再继续打 所以耶稣很可怜 耶稣为了帮助一个 可怜的白手的 他有慈悲 可是他得罪了 在草在野 他们不只是要对付他 他们要把他干掉 要把他除媚 耶稣最后真的被判死刑 所以为了自己的理想 信仰有勇气 为了别人的软弱欠缺 有慈悲 耶稣有这个特点 耶稣的门徒 也有这个特点 所以我们讲两个 一个是慈悲 一个是勇气 耶稣的门徒 彼得约翰也有 好 接着跟你们说 我要怎么跟耶稣呢 有四个R给你们 第一个R 就是耶稣跟不来的 因为耶稣的生命 跟我们不一样 除非你先有耶稣的生命 否则你没有办法 不是你要不要跟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跟 这一张图是达利化的图 这一个人呢 站在下面 他仰望 挂在十字架的耶稣 这是Cubism 这个立体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我们必须要先仰望他 然后再来跟随他 讲这句话的不是我 是不争 英国的讲道王子 他说基督必须先是你的救主 然后才能成为你的榜样 所以要跟耶稣的人 第一个R就是要悔改 愿你相信耶稣 让耶稣的生命 进到你的里面 然后你再开始跟吧 好 我们再做已经受洗的 举手我看看 已经受洗的 很好 你们第一步有了 我悔改 对不对 我受洗的 那再来要什么 再来就是要查经 对不对 因为耶稣的生品 只有圣经 背的地方没有 耶稣现在不住在台北 你看不到他 就读圣经 所以你要学这只狗 因为这只狗很认真 他读的不是圣经 他读的是NIV Study Bible 这个是很厚的一本圣经 他很认真 因为所有耶稣的事情 都记在圣经里面 所以第二个R就是 Read the Bible 我们有Repent 我们有Read the Bible 那第三个R怎么样 你除了看圣经 你要看自己 耶稣这样做 我怎么做 差多少 这个就是你进步的空间 所以你要会看自己 看自己怎么看呢 当然照镜子才能看自己 所以我们要学姊妹 姊妹很喜欢照镜子 对不对 为什么要照镜子呢 看哪里有脏啊 哪里有缺点啊 要把它弄漂亮一点啊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什么 自我还醒 自我还醒 所以有句话说 无日三省无身 这第三个R就是Review your life 自我还醒才会知道 自己差耶稣差多元 才知道哪里需要改善 这句话谁说的 无日三省无身 谁说的 孔子吗 孟子 曾子 曾神 他叫小三 所以他叫曾生 对不对 他在家里可能是老三 所以我们有读书的 他懂 很多时候我问的半天都讲孔子 因为孔子爱说话 所以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讲孔子猜对的机会蛮大 可是这一次就是猜错了 这是曾子 无日三省 你既然懂我问你 三秒钟 三次 三件事 三什么三呢 是啊 对啊 那这是三次 三件事 还是三秒钟 三分钟 三小时 好很好 我们拍拍手 他是有料的 他不是随便 他是有料的 所以省了你们很多紧张的时间 不然我会一个一个问 三件事 这不是基督教哦 这是中国的曾子 不是孔子哦 这一个人是曾子不是孔子 不要以为画这个样子就是孔子哦 他是小三 所以他叫曾三 他说为了某不忠乎 做事情有没有认真做 跟朋友讲话有没有信用 牧师拼命的讲 你回去有没有练习 对不对 牧师讲的嘴边都是泡泡 你回去都不做 没有用啊 对不对 光说不练 所以三个 曾子说 每一天如果会自我还原三件事 你的人格有机会成长 有机会转变 那这是东方的责任 西方有一个责任 他是讲希腊文 这个是谁 有没有人认识希腊文 他的名字刻在这里 对啊 他叫斯克拉迪斯 西方的责任 他也发现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格者 需要会自我还行 所以他说 生命如果没有自行 就没有价值 所以你看看东方的责任 西方的责任 都教我们 做一个人要会自我还行 圣经也有一个人 叫诗人 最近他的土被挖出来 他在诗篇里面 写了一篇诗篇 也说要还行 请问这个诗人是谁 是大卫还是小卫 为什么是大卫 因为他喜欢写诗嘛 一样啦 我们猜他对的机会很大 说抱歉不对 这次又猜错不是大卫 他叫阿萨 有没有认识阿萨 如果你不认识阿萨 那我告诉你 你就多一个里 你就记得了 叫阿萨里 做人要阿萨里 知道吗 那你把里去掉 这是阿萨 阿萨呢 他写了一个诗 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好 我们一起念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蒙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省长 所以你看 不管是曾深 不管是苏格拉迪 不管是亚上 他都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成长 必须要会看自己 而且会看到 我哪里地方 是可以再成长的 他是夜间 对不对 所以我鼓励大家 早上起来 读圣经 祷告 晚上睡觉 还醒一下 再睡觉 讲一个小故事 我在芝加哥住了七年多 芝加哥的特点是 冬天很冷很冷 下雪 冰 非常冷 我开始去很高兴 我说冬天很冷 夏天应该很凉 不对 夏天很热很热很热 他是世纪昏明的 冬天很冷 所有的前院后院的草 都被雪盖住了 都结冰了 所以都死光了 但是奇怪 他的根还在 我们叫做春风吹又生 对不对 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 当雪融掉的时候 一下子 那个绿绿的又长出来 不只绿绿的长出来 还有小小的野花 那个黄色的小小的花 也会长出来 那有一个妈妈 他每一天知道说 先生下班最重要的是晚餐 他念过一本书叫做 掌握先生的胃 就能够掌握先生的心 这个很重要 就是把胃看好 因为那个男人一旦饿肚子 那个血糖低脾气都很不好 所以怎么样都不对 所以就把他好好的 把他让他吃得舒舒服 他就对你很好 所以这个太太很相信 所以每天到四点多 他就赶快厨房下注 因为先生五点半下班都煮好了 大家吃得很高兴 然后家里都很美满 所以那天四点多 他就赶快再炒炒炒 各位姊妹你在炒菜怎么炒 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再炒炒炒炒炒 那他的小女儿呢 就跑到后院去 快点 哎呀 冰退了 那个小草长出来 还有小花 他都拔了一点草 拔了一点花 要跟妈妈说 春天来的 就是这样子 他就来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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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就跑到厨房 结果妈妈没有看到 妈妈在忙忙 就碰 碰了他一下 他的整个那些手上的都掉下去了 妈妈头也不回 说 我们不是跟你讲 妈妈在厨房忙的时候 不要来炒 爸爸快下班了 我赶快要煮碗 你怎么又来炒 结果那个女儿很可怜 就哭哭哭哭哭 就跑到楼上去了 不敢讲话 那妈妈就继续炒啊 先生回来了 哇 很好 炒完了 大家吃晚餐 收拾好了 要睡觉的时候 这个妈妈有一个习惯 睡觉以前她会想一下 今天有什么事情 哎呀 四点多的时候 我在炒菜的时候 我的女儿跑来说 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都没有问她什么事情 我就骂她说 你来炒我 她就哭着走 不晓得什么事情 她就走到厨房 打开电灯 看着地板 那个 她发现被她踩烂的花 黄黄的还黏在地上 还有一些草 她就想说 我的女儿可能是 要来告诉我春天来了 可是我都 我急嘛 看也没有看她 也没有问她 就骂她 她就跑掉了 所以她想说 要去跟女儿讲一下话 她就走到楼上 打女儿的房间 你睡了吗 女儿说还没 妈妈可以进来吗 可以 她就进去 妈妈第一句话跟女儿说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哇 女儿大哭 哭得很凄惨 说我没有要炒你 我没有要炒 妈妈现在是来问你说 你下午四点多 是不是到后院 摘了花 要跟妈妈说 她说是啊是啊 我没有炒 妈妈抱着她 跟她说对不起 妈妈那时候很急 连问都没有问 就怪你 就说你来炒 还碰着你一下 请你原谅妈妈 我请问你 如果你是这个女儿 那天下午的委屈 是不是在当时就化解了 对不对 那妈妈来问你 还跟你抱歉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个妈妈 没有这个习惯 这个女儿的心里 可能就留下一个疙瘩 知道吗 我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 我只是好意要跟妈妈说 春天来了 结果就挨骂 还碰了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 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 每一天要睡觉的时候 稍微还醒一下 我今天对我太太讲话 是不是不客气啊 我对人怎么样啊 如果有 我们就想办法去跟她道歉 做好的话 我相信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亲子关系 我们职场的关系 应该会更好 如果你是基督徒 还有一个好处 有第四个二 除了悔改 你已经受洗了 对不对 除了每天你有灵修 有读圣经 你还会还醒自己 上帝还给你一个叫圣灵 所以第四个R 是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因为圣灵是一个 很温柔的声音 它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新 当你每天有灵修的时候 圣灵会告诉你 你的良心甚至不知道 你有得罪人 圣灵会提醒你 但是你必须要给圣灵机会 你要有一段时间安静 你才听得到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有四个R 这样的话 你可以来跟随耶稣 保罗在哥远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你们该笑话我 像我笑话基督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基督已经不在台北了 所以这些不认识基督的人 他只有从笑话基督的人身上 来看到基督的样子 这是唯一的方法 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我在初一的时候 看到一个因果的医师 让我看到他是一个笑话耶稣的人 所以我变成一个 我也愿意笑话耶稣的人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要传乎音吗 就跟神祷告说 让我成为一个别人看了会羡慕 会说如果这个是基督教我要 这样就好了 口才不必很好 也不必讲别人不对 或是别人比较差都不必 就说你们笑话我 像我笑话基督一样 那我就是跟耶稣的人 耶稣的榜样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有恩典有真理 有这两个东西 还有耶稣说 如果老苦丹中乱到这儿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看我的样子是柔和谦卑 谦卑的人就可以得享安息 所以我说我们今天有三个功课可以学习 恩典就是遇到软弱欠缺的人有慈悲 真理就是面临逼迫困境的时候有勇气 温柔就是彼此关系态度上有谦卑 我们大家来念一遍 恩典是遇到软弱欠缺者有慈悲 真理是面对逼迫困境时有勇气 温柔是彼此关系态度上有谦卑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只做礼拜 我们每次来礼拜 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从圣经学到一点生命的道理 而不只是增加知识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转变 至少今天让我们碰到别人软弱欠缺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慈悲 为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碰到逼迫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 如果在教会弟兄姊妹意见不同的时候 让我们多一点点的谦卑 我们这样跟你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唱回应的诗歌 我们站起来唱好吗 主我愿向你 好 我们一起来 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赎 虔诚的祈求 忠心可苦 我愿意生起 世上的财富 和现能抵达 耶稣基督 主我愿向你 更深地向你 荣耀的救助 向你模样 向你的感觉 向你的正洁 在我生命中 和你形象 主我愿向你 国家愿赎 满出广怜悯 色悲散笑 祝我愿向你 恿伤 愿念地上当 喜悲不醉愿 我怕牧生 主我愿向你 更深地向你 让你做你 像你模样 像你的感觉 像你的存心 在我生命中 何以心强 从我与上的 见证的勇气 造魂惊压力 释受真理 温柔又见证 你们不信教 不知的榜样 我愿望笑 祝我一向你 人生一向你 重要的救助 像你模样 像你的感觉 像你的存心 在我生命中 何以心强 我讲到 我就会让你的时间祷告 祷告的目的是 为自己祷告 不要为你的妻子祷告 不要为你的先生祷告 这个时间为自己祷告 你祷告的只是说 让我不要只做礼拜 就这样 每次在礼拜 我的生命一点点改变 我不知道你要跟耶稣要多一点慈悲 还是多一点勇气 或是多一点谦卑 或是三个都要 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不拿 这样你做礼拜没有用 只是将来审判的时候多一个审判 给自己找麻烦 你跟神说 让我可以改变 一点点都好 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 我们低头 祷告好 我们小声副歌再一遍来 祝我愿想祢 愿想祢 荣耀祢 荣耀祢 祢 荣耀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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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可以带一点圣经的真理 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碰到有软弱欠缺的人 我们的手放得开 多一点点的慈悲 当为了信仰 我们碰到逼迫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的脚可以多挺直一点 可以活出多一点的勇气 当我们在教会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 让我们的腰可以放软一点 可以多一点点的慈悲 我们这样向你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领受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同在 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 多一点慈悲 多一点勇气 多一点慈悲 从今天起 依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 Amen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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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请坐 末导 我们聚会到这里 有需要的兄姐也可以留步 同工愿意跟你一起祷告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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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